这个安装的过程中 由于安装时间 有的版本会比较长一点 所以呢 我中途会暂停录屏 这样子保持就是几分钟 就可以讲清楚我们的安装过程 下面我们在安装前做一些准备工作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要做哪些硬件准备 实际上其实这个没什么好说的了 基本上现在的话 对于乌邦图而言 只要你目前跑着动的电脑都可以装 所以在这块我没什么好说的了 基本上就不用说了吧 不像以前Windows什么 必须要求你内存多大 我相信现在还有没有用500兆内存以下的人 有没有用一记内存以下的人 我估计没有了吧 对吧 所以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你只要是一个正常PC都可以装 然后而且其实如果你只是装图形界面 你甚至于你内存很小你都可以装 第二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个工具 就是VML Player 其实VML是以前的VML公司 开发的一款这种虚拟的虚拟机的这样的一款软件 那这个软件的话 大家可以自己上网去下 它有两个版本 一个叫VML Workstation 就是工作站 这个是收费的 还有一款叫VML Player 这是免费的 用VML Player就可以了 我这里也装的有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这样的一个工具 到时候我们就通过这里新建一个虚拟机 新建一个虚拟机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完成 在不关闭Windows 装完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不关闭Windows 直接在Windows上面 通过这个虚拟机来跑 连那个操作系统 或者其他的操作系统都可以 它支持的操作系统格式也蛮多的 关于这个工具的使用 待会我们在安装的时候也会介绍到 所以现在也不用急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关于文件系统的认识 什么是文件系统呢 其实我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或者一个简单的概念 不是那种书面的定义 它其实就是一种存储和组织 计算机文件和资料的一种方法 只不过我们把它做成了系统服务 所以或者系统的一些程序 一些系统级的程序 那么所以文件系统你要知道 它其实也是软件 对不对 也是一个软件程序 它是用来干嘛的呢 是用来存储和管理计算机的文件和资料 那这些存储是存储到哪里呢 当然存储到我们的那些存储设备 包括什么 包括我们的Flash 包括我们的磁盘空间 硬盘呢 这些对不对 那么文件系统 它的一个通用的结构 我这里要给大家解释 介绍一下 我们可能都听过一些文件系统 觉得多神秘 对不对 Windows下面呢 我们都很了解 每次在隔盘的时候 什么FAT FAT32 还有NTFS NTFS Linux下面也有一些文件系统 比较典型的 EXT3 还有Swap 熟悉Linux的都知道 这个是我们下面的主文件系统 这个是我们的交换 交换分区的文件系统 对不对 那么 那文件系统 它实际上是什么东西呢 它是不是很神秘啊 其实没有那么神秘 我们想象一下 如果你在设计一个操纹系统的时候 你这个操纹系统最后要 肯定要有文件的存储啊 放置啊 拷贝啊 粘贴和其他的相关一些管理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 你是不是应该写一些程序 去进行对这些文件的一些管理啊 对吧 我们就应该完成这样的一些工作 那么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会有这样的几个步骤 怎么去考虑呢 还是从系统加载的时候开始 我们在系统加载的时候 在刚开始加入到内存 就刚刚那个启动过程 加入到内核的时候 我们就会考虑先加载 我们设计的文件系统 就是 FS Filesystem 加入了我们这个文件系统程序过后 他就可以去管理这个文件了 那么管理文件 我说了 他文件是存储在磁盘的 所以说他应该干 做哪些事情 是不是先定义结构 先定义 磁盘 文件结构 比方说 应该分多少个最小单元来进行存储 多少个片区 有没有页这个概念啊 对不对 然后定义我们的磁盘结构 这个你看又是一个数据结构的内容了 现在我们先不详细的去剖析它 然后定义完了过后 是不是要定义我们的文件操作 包括存放啊 包括删除添加等等 然后还有一些容错 以及对上面的接口 对上接口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文件系统最主要的一些内容 那么同时呢 在加载的时候 文件系统还要 在这个阶段还要实现一些 包括文件系统的挂载 挂载和卸载 所以将来我们去设计我们的文件系统的时候 我们就要解决这些内容 所以我们去写一个软件 能够完成这些内容 这个就是我们的文件系统了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文件系统 在系统启动的时候进行加载 是不是就可以完成我们想要的内容 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文件系统 而这里头特别复杂的 或者最基本的一块 就是我们结构的定义 结构的定义 而通用的文件系统结构是什么样子 我们想象一下 我们在磁盘上放一个文件 首先我们是不是有分区这个概念 我们的磁盘或硬盘挂几块 我有cde这些分区 对不对 在windows上面的 Linux当然没有了 但是我们也有一些比较通用的一些概念 就是首先我们要去引导它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这个文件系统结构定义的时候 首先要有一个引导块 其二 我们针对这个磁盘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存放磁盘信息的 比方说磁盘有多大 它的每一个扇区的大小应该是多少 还有我们存储的时候最小的单位大小是多少 这就是我们文件系统所要定义的 这个称为master或者叫称为超级块 超级块 第三块 我们的文件是不是得有一个数据存放 得有一个存放方式 这个就是我们的数据块 就是实打实的把文件存上去 但存上去了 为了方便我们的快速索引和检索 是不是应该有个索引区 我们也称为inode 这就是我们最基本的文件系统的数据结构 基于这四块来够存 以后我们在研究内核的时候 会结合的原代码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块 这就是它的通用的一个文件系统的数据结构 包括引导块 超级块 inode区和数据区 这每个区是干嘛的 我已经给大家去介绍过了 那么文件系统的分类有哪几类呢 我们来看一下 包括了磁盘文件系统 就存储在我们硬盘上面啊 还有ROM里面的 那么这个就包括NTFS和ext3 这是我们比较典型的 一个是Windows下的 一个是Linux下面 那么ext3 这个比较有意思啊 它其实是基于日志的一套文件系统 就后面我讲一 简单讲一下它这一块的特性 那么闪存文件系统 就存在我们的Flash 特别NendFlash下面的 这个后面我们会介绍 NoFlash和NendFlash 那么就包括了NFFS2 这个好像是ReadHat做的一个 然后还有YFFS 这个就是我们安卓用的文件系统 大家在编译安卓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 它会编出这样的一个文件 对不对 其实那个这个独立的文件 就是一个文件系统 还有我们的数据库的文件系统 包括BFS和NFS 我没怎么用过啊 网络文件系统NFS 这个在后面我们也会用得到 就在直接存储在网络上面 和操作 还有就是我们的虚拟文件系统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在这一块的话 就比方我们Linux大名鼎鼎的Proxy 那么什么是虚拟文件系统 我要这里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说了 其实一个操作系统 它在下面可能会支持N多的文件系统 比方这个是NTFS 这个可能是FAT32 这个可能是EXT 这个可能是Swap 但是我们对于我们操作系统而言 包括我们在访问的时候 我们在访问文件啊 添加删除 是不是会有一些调用接口 比方说是标准C的啊 这样一个调用接口 标准的PosixC 然后比方要添加一个文件 但针对不同的文件系统 它可能添加到的扇区 或者添加的数据结构 会有一些差别 对不对 可能有的有索引 有的没索引 可能不同的索引结构又不一样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做了一个叫虚拟文件系统 它是基于我们的标准的 这样的一个文件系统的通用设计 那么所以你在这个地方 只需要针对我们这个虚拟文件系统 然后虚拟文件系统 会负责去管理具体的这个啊 就是哪一个文件系统 你看这个就有点像我们安卓一样 安卓也会设计一个HAL硬件抽象层 对不对 它以统一的方式去去封装和定义 我们下面的一些驱动啊 什么的 所以你看 我们在整个软件设计的过程中 我们是不是永远离不开几个东西啊 什么 其实什么多胎啊 什么封装啊 特别重要的就是封装 我们做什么东西啊 都是在进行封装 包括我们数据结构的定义 其实也是一个封装 对吧 好 这是我们虚拟文件系统 我们后面还会用到 还会用到 那么了解了这些分类之后 我们简单说一下Linux Linux的ext3的这样一个文件系统 它是基于我们的日制方式的 那这个这个说白了就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每一个文件 它都是有索引的 还有就是每一次你的这个 针对文件的这个操作 它都会记录成一次日制 就像一个叫什么计时任务一样 它可能就会在系统觉得合适的时间 再去操作 但实际上它是像一个 这种排着一个任务对列一样 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操作 那这个操作的好处是什么呢 我举个例子 在 在Windows里面 我们开了很多就比方现在 我如果在这直接关机 那这个时候 它可能要干做一件什么事情呢 是不是要把我们这些所有的程序 全部都关掉 全部都退出 然后我们再关机 这样保证它的一个安全性 对不对 但这个过程中 如果程序太多或者太大 是不是会比较慢呢 但是Linux的ext3的这个文件系统 它就做得比较好 因为它是存日制型的 所以其实点关机 点关机的时候 它就会有一些任务 有一些任务在这里 那么在 而且每一个程序打开的时候 如果说 如果说跟我们相关的 我们也会通过日制操作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在关机的时候 它其实可以直接关掉 然后等再次开机的时候 它再恢复这些日制 通过我们的日制方式 再去打开这些程序 其实这个设计是来源于 我们的Unix最早 大家用过Linux Unix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重新启动的时候 有些程序还可以重新打开 包括我们的Mac也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就基于日制 所以它的性能是比较好的 那么还有一些 包括关于安全上 包括分页管理 这些都是文件系统的详细内容 我们现在先不做过多讲解 以免大家听晕了 那么就记住 我们现在主要是在Linux磁盘上面 我们就用ext3的这样一个文件系统 就可以了 就类似于我们在Windows上面 用NTFS是一样的 那么在在我们的安装系统的时候 它就会让我们去选择 其二叫交换分区的文件系统 这个有点像我们在Windows上面什么呢 有点像我们在Windows上面的虚拟内存 这样的一个概念 因为我们都知道 其实我们的内存 它是物理有物理大小限制的 但当万一我们的某些程序开太多 我们的物理内存不够用 怎么办呢 我前面已经提到过 需要用到虚拟内存 但虚拟内存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进行内存的排列 就像我们的一个内存池一样 来进行一个优化 第二种方式就是 它还可以模拟 把我们的硬盘上 磁盘上的东西 模拟成我们的内存 对不对 这样的两种方式 来完成我们虚拟内存 这样一个设计 那么这个Swap 就是我们的 类似Windows的虚拟内存 只不过是 它在安装的时候 就要设好这个虚拟内存的大小 就是交换分区 那么一般情况下 我们给它设定大小 是物理内存的两倍 物理内存两倍来做的 这个也会在安装的时候来指定 好 针对这些 我们都比较有概念 下面我们来安装Ubuntu 我刚刚下的有一个 有两个ISO 一个是Desktop版本的ISO 一个Server版的ISO 这就是我们的安装镜像 你当然可以把它刻到我们的CD光盘里面 再去安装 但我们在这里也支持镜像安装 我们来新建一个 新建一个虚拟文 虚拟机 这个是它会问你 你选择哪个ISO 但你也可以用光区 光区安装 对吧 好 我来 比方我安装我的Desktop 这个版本 然后呢 下一步 这里给你的这个虚拟机起一个全名 比方说我起一个 Ubuntu 这个是12.04desktop 这个是我们如果说在安装的时候啊 因为我可能会输入什么呢 管理员或者跟用户的这样一个用户名和密码 或者说首个用户的用户名和密码 因为Ubuntu它是不支持直接用root权限的 我就随便设一个 这是建立虚拟机的这样的一个名称 这个是它在磁盘上面要建的文件夹和虚拟文件的名称 12.04desktop 下一步 这是给它初步分配的最大的硬盘空间 比方说我们按照它默认的就给它分20 分20 这个地方它会问你 那这个虚拟文件的话到时候是以多个文件存在 还是以单个文件存在 单个文件也就是说比方说到时候真的你用了20个G 它整个20个G就一个文件 第一个文件就是你的操作系统 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在存在 那么我们就默认的用多个文件来管理 这样子方便方便考备 现在都做了很智能化了 它会自动的来去识别你的一些硬件情况 当然你也可以自定义一些硬件信息 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硬件信息可以来自定义 第一是内存大小 它默认的给我分了一个G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这里来调整 你说你要两个G也都没有问题 然后还有就是因为我现在内存是四个G的 所以我分两个G我也够用 所以这个大家自己来调整就行了 还是给它弄一个G吧 1024 然后存主器 因为我是i7四核的CPU 所以你存主器你给它多分一点 你看它读到有四个 它会自动的读出来 好我就给它设两个 然后这个是不是要进行一些优化 这个我们不管它就默认了就行了 然后是否要连接我们的CD光区 然后在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开机的时候就连接我们的CD 同时我们在安装的时候 用我们的ISO的镜像 软盘你要不要 我们默认的是自动检测 这里还有点比较有意思的 这有一个用软盘的镜像文件 这个到时候我们其实可以自己写一个 很简易的操作系统 就很简易的操作系统 我们给它build成一个软盘的 这个镜像文件的方式 我们来调引导启动一下 可以试一下到时候 这是我们在后面会做的 然后USB的控制都自动识别就行了 然后声音打印机和显示 这些都自动的就行了 好完成 下面我们这些信息就好了 然后它就开始启动了 那么启动的过程实际上呢 就是在通过我们的ISO来 那个镜像来进行一个引导 引导启动的 这就是它的一个安装过程 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说点击虚拟屏幕 然后来发送我们的键盘相关的一些东西 就让我们的键盘有效 我们点击一下 点击完了之后 它在下面又有个提示 这个左下角又有个提示 它说点Ctrl和Alt来释放我们的鼠标 因为目前的话 像以前的话 这个鼠标在这个里面 你是拖不出来的 现在新版本做得很好了 可以直接拖到我们的温度上面 但是如果什么时候你遇到 它拖不出来 你就按Ctrl和Alt 它就切换出来了 OK 这个就是一个安装过程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还有刚才我们调的那些硬件参数 硬件参数 其实安装完了过后 还可以再调整 那这整个安装过程 已经现在已经做到 好到什么程度呢 已经完全图形化界面了 已经完全图形化界面 而且特别智能 你看它首先去拷贝 拷贝需要安装的文件 我们来整理一下它这个过程 先一个文本文件吧 其实这些都是一样的 从原理上来 跟Windows也是一样的 宝贝 就可以把它关掉 你强调 OK 拷贝完了 现在进入到第二步 安装系统 看没有 Install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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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